超正定义秀美術官 邀恰来自欧洲的结束家 珍耐特劳伦斯进行电纳 也是头一处在台湾听见 他一条都因为冲着出发 不然探索人和主人环境一样的关系 这一处当时就由台湾 这么多受众单位合作 作品当中听见动物 第一标本 以结束的角度 团队对心态关心 这是来自欧洲的技术家 珍耐特劳伦斯的創作 一会从来自不记得 来自为的那种主题 咖啡和向前提供 本身充满到计则的口令性 表达在人里面 设备丁腾的心态环境 跟人类之间的关系 因此一流是处境土地观念 二流是处备 充满到业细节能量 三流只要是东部生活的环境 创业大家来关心到心态环境 那就是这样从根业 还有气力这样安排 其实就是按照一棵树的结构 所以也就是按照树的结构来安排这样的展间的规划 那艺术家跟策展很快就有这样子的构想 也就是因为玉修美术馆 它跟我们的自然环境非常靠近 所以它也是想要透过这个展览 然后再让所有的观众跟这些自然环境更靠近 这本的电南当时也就是 社交科学结合的电视 他就跟这些收拾单位的合作 那里面有不同的面向 加强到电南的内涵 1929创设这个系所以来的一个教学研究过程 所累积下来的这些标本 它本身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学术内涵 跟教学内涵研究内涵 那使得这个展览在艺术家的创作的这个层面之外 又多了这种机构的知识生产 或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研究上面 它如何透过一个知识的追求 有去理解自然的这个成分 又把又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带入这个展览里面 与小美书馆这本来丁谈到 真不一样的电南风险 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丁谈的事 但那么时间是到八卫底 记者的明星 炒火都